炸彩 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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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个胶垫一定要放 鸡蛋 一会儿 煮成很久 准备 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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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短接的一头 这头不用接 我们这是新接的方法 然后剩下的整是 UVW 先随便接上去 最后再调转向 上红的状态是这样的 可以打开后面看得到 然后我们开一下搅粉开关 这样是反转的 反转 我们把电关了 搅粉计算上法了 我们要调一下向去就可以了 随意调两项 L01 162 163 随意调换两层就可以了 打开搅粉开关 这样转 转去了 转向 这个转向还是对的 看一下 点动一下 对了 转向对了 这个是连接上桶跟下桶的阀门 抽上桶的真空要把它打开 拉出来 打上去 这里下桶跟上桶 就这里连接了 就可以抽到上桶的真空 这个是放粉阀 浇好的石膏 从这里放下来 这样是关闭 这样是打开 这是真空表 这个是放气阀 还真空用的 这个是把柄 转动把柄 可以转动里面的缸中 关掉 把它关掉 打开盖子 这样 放下来 这里所有开关都在这里 排气 抽了真空 排真空 进水 电源指示 射灯 这里的射灯 抽针风开关 震动开关 震动属于选装配件 脚粉 顺便脚粉电机的开关 这两个是定时开关 这里调时间 调好时间 打开开关 它就开始定时 时间到之后 风雲气会响 原装全新的机器 出去已经有油了里面 油位到这个位置 用了一段时间 都要换油 我们就先把油排掉 把这排油口拧掉 放完油出来 把它堵回去 上面是加油口 注油注到这个位置就行了 两条线 下面这条线这个位置 它是水冷蒸风棒 需要接水的循环 让它冷却 这两个接水的 随便一进一出 让它循环 有水进去 让它冷却一下就可以了 先把缸装放进去 然后对正这个放门口 你有五中 五中或一起小的话 你要保证五中或腰 对着正这个放门口 放了粉下去 对上之后我们把这个法打下来 然后放粉 现在我们开粉 两公斤粉 粉的跟水的比例是 是1比380到400毫升 就1000克的粉 对水300毫升 380到400毫升的水 先放一点点水 然后把粉放进去 盖住盖 打开电源 开始浇粉 浇粉的同时 打开这个阀门 抽灯空 定时 三分钟 搅粉时间 搅粉时间到了 放粉 粉放完之後把它關掉 關掉這個抽真空 只抽下面下桶的真空 我們在定時抽一分鐘 調好時間打開抽真空之間定時 同時我們正面上桶打開進水開關 讓它有水從這裡進去進水 關掉所有東西關掉 排氣 上桶可以從這裡排也可以從這裡排 排氣 開關器打開 移過來 把槓中拿起來 進去 乾杯 對 對